所谓爱之心,责之切 父母对儿女是这样 而上帝对人就更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上帝对人爱得更深 所以也都有更高的期望 就是人要遵守他的话语 并且尽心尽力去爱上帝 试想下 人如果忘记上帝的恩惠 不遵从他的训绘 那上帝是会多心痛呢 在阿摩斯先知宣告完六个轮过的罪 和上帝对他们的刑罚之后 就轮到上帝的子民犹大和以色列国 上帝对他子民的罪 描述得更加详细和严厉 情感更加狠切 这是因为上帝对他们的恩惠是多么大 阿摩斯书第二章四和五节的经文说 耶和华如此说 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奸弃耶和华的训绘 不遵守他的律例 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 使他们走迷了 我却要降火在犹大 消灭耶路撒冷的宫殿 先知指出 上帝对他子民以色列有以下的恩情 第一 拯救之恩 上帝将他们由埃及这块围奴之地领出来 将阿摩利人即是加南人赶走 实现上帝对他们的祖先阿伯拉罕的应许 使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 第二 带领之恩 上帝带领他们走过四十年抗野的路程 最后进入加南这块流奶与蜜之地 第三 灾陪之恩 上帝将律法赐给他们 使他们行走上帝的路 又再陪在他们中间的领袖 例如摩西 约书雅 和纳西尔人 纳西尔人 就是那些上帝 拣选过圣洁生活的人 上帝被以色列的恩情 和他们的忘恩负义 带给我们很大的反省 作为上帝的乙女 你怎样蒙主拯救 脱离最恶的困索 享受在主里面的自由呢 你走过的人生路 包括你的事业 家庭和事丰 是怎样蒙主带领 经过死任有个 而得到保守的呢 你怎样得到主的栽培 有今天的成就呢 今天你有没有学昔日的 以色列人感 厌弃上帝的吩咐呢 我们应该算算上帝过去的恩情 紧守他的吩咐和律例 否则难免要接受上帝的审判 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在我们人生走过的日子 经历从你而来 无限的恩惠 你使我们认识你 又因为相信主耶稣 得以称为你的儿女 你带领和保护我们 走过人生的崎嶺路 得到平安 你也都用各种的方法 栽培和训练我们 在家庭、社区和教会 服侍你 求天父使我们 不会忘记你的恩惠和吩咐 更加努力研读圣经 将你的话语藏在心底 以免会得罪你 天父啊 在今世上有些国家和民族 曾经得到你的拯救 经历你的带领和赐福 有丰富的资源 和各种的人才 但是他们掩弃你 离开你的道 令到国家陷于罪恶之中 求你怜悯 叫他们悔改 重新归向你 免得遭受你的审判和认罚 因为你是公义的主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事项 传真至 pray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自福看顾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